啊 马丁 现在你过来过来看一下 这外面真的是有点不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找我歇会儿 我现在我也累了 现在是在度假 放松 放松 对 我知道现在是度假 夏日假期 但是你看看现在 小孩子们都太乱套了 我也得关心他们 然后这些事情也是我的事情 马丁 好了 你快点 你看这又是什么回事 你看看爱马 他又是搞了乱七八糟的事情 还有我们的儿子 我们的儿子小油 我简直没有办法再想象 哦 你看宝宝 你看小油又把这个揪嘴放到了我们的头上 嗯 拜托拜托 出来出来 小油 你真的是太坏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 拜托拜托 你们这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好了 那如果等我再回来的时候的话呢 你们这边一定要把它全部都收拾好哦 要不然我会生气的 嗯 好了 我知道了 哦 小心小心 哦 小心小心 哦 小心小心 小油 你这里又干什么事情了 哦 哦 我觉得小油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你不可以总是这样哦 你这样的话会给大人太多太多天太多太多的负担呢 嗯 哦 我最喜欢的就是做运动 啊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去 你们大家还是去上学的比较好 我觉得你们去上学的话呢 我这边还会比较的轻松 嗯 但是我觉得 哎 如果我们去上学的话呢 你一个人在家会会孤单的 嗯 那我去看一下艾玛 好了 嗯 我现在我要跟你们准备一个 呃 一个惊喜 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嗯 我们可以给过生日的小朋友准备一个生日蛋糕 嗯 对对对对对 在上面可以放上很多的巧克力 我最喜欢的就是巧克力了 嗯 这些小朋友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乖呢 好啦 那我们可以现在先过来看一下 嗯 但是你会不会烤蛋糕呢 如果你不会烤蛋糕的话呢 我们得考虑一下其他的事情了 哦 这个小朋友还真的是非常的积极呢 嗯 小朋友们 我对你们非常非常期待 我觉得你们肯定能做出好玩的东西的 好啦 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哦 这边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 我们的小朋友 我看一下汉娜 汉娜她有没有今天 嗯 看她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 汉娜 你今天是要干嘛呢 嗯 我今天想要跟皮亚在这里一起 来做一个家庭作业 我们有一个小的任务 然后我们要把它做得漂亮一点 哦 你们准备了这么多PPT呢 你们准备的这么好呢 我的天哪 你们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嗯 我觉得我必须得说你们做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超棒的 我觉得我的孩子真的是超级的自豪 哦 汉娜 我觉得你的妈妈怎么今天看起来非常 现情非常非常的好 她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马丁 马丁你快过来看一下 这个楼上的孩子们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一个一个的今天都这么的乖 哦 这个孩子这两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嗯 难道你们不是你干了什么吗 我还以为是你跟他们凶了一下还是怎么回事 他们今天特别的乖 然后就开始准备明天或者是后天要上学的东西了 哦 我们的孩子 嗯 这可真是搞笑了 这还真的是我们的孩子吗 嗯 对啊 嗯 哦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想要赢的挑战吧 小朋友们 你们快下来吧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些东西 我来咯 我来咯 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语哟 我觉得现在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测试 哦 我不不不不 拜托 拜托 不要不要 嗯 我还没有准备好 哦呀 现在我真的是觉得必须得要这个时候跟你们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是一个挑战 然后就是这三个三个这个小的凳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在上面呢 跟大家进行一个展示 好啦 既然你们大家都这么的努力和特别的积极 大家都在准备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的测试 那我们大家的话呢 就不要浪费大家的一个今天的一个热情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准备我们的一个小的测试咯 哦 太棒了 哦 这个是我的地方呢 我今天我就一定要全天的都待在这里就够了 哦 这里可太舒服了 哦 现在轮到我了 让我现在先开始 好了好了 拜托 肯定是我 我肯定会赢的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嗯 虽然我年纪最小 但是我肯定会知道非常多的一个其他方面的问题 好了 那你们的挑战呢 当然是不需要你们自己单个的完成 我们这边呢 还可以有参加的这些朋友 可以给你们一起带来一些的支持 然后如果你们做不出来的话呢 你们可以求助现场的观众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哦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好了 现在 艾玛 小油 汉娜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你们这边是喜欢什么样的一些题目呢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准备选题咯 好 那我们的规则呢 就是这样的 我会给大家提一些的问题 然后哪个小朋友先抢答上了 那我们就可以得分 好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们中国的首都市哪里呢 哦 知道我要抢答 嗯 我 中国的首都 呃 是上 上海 嗯 不对 逍遥已经答错咯 中国的首都市我们的北京 哦 我知道 哎 就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 哦 我马上就可以达到了 哦 我觉得我马上就可以达到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是 嗯 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问题 哦 嗯 这个 我们是来猜我们这首歌是什么 好啦 那这首歌呢 就是我们的门前大桥下 有只小青蛙 那这首歌的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呢 哦 我知道 这个是我最爱的歌 嗯 它的名字就叫做小青蛙 好啦 对啦 你答对啦 小爱嘛 哦哦 好了 那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给我们的汉娜啰 嗯 汉娜 那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小猩猩变奏曲是谁的曲子吗 嗯 我觉得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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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贝多芬 嗯 不带像 哎 等会儿 等会儿 我觉得是 哎 小汪 好像也不带对 我猜是莫扎特 莫扎特对不对 哦 拜托妈妈 不要把我 不要把我扔下去 嗯 我不要被扔到游泳池里面去 哦 哦 妈妈 妈妈 加油 加油 嗯 我在这里面等你们哦 我觉得这个游泳池是超级舒服的 好啦 那我们的汉娜 那你的问题呢 是答对啦 我们的小猩猩变奏曲呢 是我们的莫扎特写的 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哦 耶 哦 太好了 太好了 哦 哦 但是我们的小猩和我们的 嗯 哈娜呢 然后你要帮助我们的小猩和我们的 艾玛接受惩罚咯 哦 我不要 我不要下去 我要 我要 我还可以再继续答题 我觉得我可以的 好啦 那现在呢 我来跟大家提一个问题 那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呢 嘿嘿嘿 哇 我们怎么可能会知道 你爱吃好多好多水果 我都不知道你最爱吃的是哪一个水果 嗯 嗯 哈娜你知不知道呢 哦 不是吧 啊 妈妈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好啦 那我们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把艾玛的凳子再往前推进一步咯 哦 我好害怕 千万千万不要让我再继续咯 好啦 现在是我们的这个上一个问题的答案 那妈妈最爱吃的水果呢 是我们的西瓜 不知道你有没有答对呢 所以呢 平时一定要对妈妈多加关心哦 要不然的话呢 你会在我们的智力大强达当中 被我们的小朋友推下水去哦 好啦 嗯 哈娜 然后你现在呢 是接下来这个问题是给你的 那我们的辛普森一家的儿子 是叫做什么什么名字呢 诶 这个不都我都知道哎 她的名字叫做巴特啊 巴特 哦 汉娜 你你你你这个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好啦 汉娜 虽然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是汉娜呢 我也要把你往前再推一步哦 好啦 现在呢 艾玛 如果你们这两个你和汉娜呢 接下来是都要被往前推一步哦 现在你们两个都是我们 马上就要快掉下去了 所以我要给你们提一个问题 艾玛 那你们的 你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海绵宝宝的最好的朋友 叫什么呢 嗯 这个我就知道啦 诶 那她最好的问题就是我们的 螃蟹先生 嗯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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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艾玛 你真的有没有平时有没有好好看 我们的海绵宝宝啊 我们海绵宝宝的最好的朋友是 胖大星啊 哦 拜托拜托 我说错了 再让我再来一遍 再让我给我一次机会 哦 艾玛 艾玛 不可以哦 你不可以作弊哦 好啦 现在艾玛 应该要下去咯 啾 哦 不是吧 好啦 艾玛输掉了我们的比赛哦 嗯 我觉得这个 我还可以再来一次 我马上就要答对了 艾玛真的是非常的抱歉哦 但是你最后一道题 真的没有答出来 所以你就输掉了我们这个比赛哦 嗯 我觉得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呢 我肯定可以的 我今天可以 starting to talk a bit 刚刚 fabulous